朱华 中国实力派歌手 代表作卡 凤凰与蝴蝶 朱华是我认识的这个歌手中绝对的实力派 没错 还好吧 就是我采访过他 就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没错 就拿 就太有实力了 就说实在的我都不敢跟他比 是 那个听说您在直播 我特想给您送小跑车 哎呀 又有小跑车了 完了 人定带着他的规定团给你送小跑车 我估计你这一季节目下来 你现在就不是 你这就不是小跑车的问题 下个月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就很难见到我了 你这游艇去 因为我得直播去了 转我的小游艇去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你跟他们两口子 他应该是先认识我的 没有先认识的笛声 先认识的笛声 应该摆明歌星 他先认识笛声 没跟你说过 但是不怎么就是 摆明歌星啊 就是见面见 那是什么年代啊 摆明歌星是八几年 有一个摆明歌星 八六 八几年就火了 那会没火呢 也挺火的 笑歌星了 就给你点安慰 所以我就想问问 就是在 傅笛声还没有和仁静联礼之前 你就没考虑过附笛声吗 这怎么就兴致变了 不是 我就是你朋友聊天嘛 我发现王导师 你所有的问题 跟男女关系 都连在一起 对 都离不开 我告诉你 我是个单身 我现在不关心男女的事 我关心什么呀 你想一想 好汉不知道 那什么呀 我还记 对 就你们认识的时候 你特别小 当时就有几个男歌手 傅笛声 孙国庆 王笛 都觉得他们唱得特别好 很具有男人的那种力量的 好像挺少见的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哇 好有才华呀 挺有才华的呀 对呀 忍忍的像男神一样 没有 我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你也就运气 当时赶上我 正好没有出来 是 当时你想一想 我要是出现在你面前 朱华老师 他怎么可能对你会 说是很男人呢 说实在的傅笛声 他们都说我像老太太 今天我才发现 其实你更像 并没有 并没有 他年轻的时候 常穿那个黑的风衣 那时候拨上海滩 人称曲纹起来 败了吧 我当年长发披肩的 上公共汽车 回头你真百分之百 真的 下的 是吧 加上我有点女相 都在议论 男的女的 你想八十年代长头了 是啊 好像有点霹雳的那种 发型能感 很痛苦 你讲讲你们认识的过程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他们之间有话 我们应该是通过一次那个 录音棚的邂逅 他唱的太好了 是的 他出来以后我说 你怎么唱的这么好呀 太好听了 那当时你们认识以后 就成为好朋友了 对 对 就是很投缘 应该我说我是认识他之前 就是咱俩 咱俩 这样的 比较好 门斗闺蜜这么多年了 是的 天呐 那你又将近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所以我只能用雪海无涯来挡一下 不然太容易猜了吧 在你的印象中 你觉得任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总结一下 他非常的善良 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对对 然后他是真的是 我认识这么多这个行业的朋友里面 他是可以真心赞美 对 一个演唱者 最没有嫉妒 最没有嫉妒心的人 哎 这真的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一点点嫉妒心都没有 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啊 就是 在家里看电视 一台晚会 出来 就是 不管是 只要是她的朋友 拿那个手机呀 在那忙 我说你在忙什么呢 完了就给人家好有烦 发过去 发 包括网导要上电视 是 也得 所以我发 我现在好多照片都是人家照片 我真的给你发过吗 发过 对 我都弄我们家相框里了 从内心 那你就有点过了 我不相信了 从内心去 去赞美别人 对 没有说那个就是说 他火了 天天电视看着他这么火 我心里头或者嫉妒啊 羡慕嫉妒恨啊 或者 没有 只要别人好 他就开心 我想知道 人静在这场生活中迷糊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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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又多迷糊啊 就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特别重要的安排 是给小狗洗澡 他风火轮小姐 从家里面特别快速的出来 说我已经到哪哪哪了 我说好 然后接着又来了一个电话 说 哎呦 亲爱的 真对不起小狗那一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